我们现在做人自己的事情要经常听听自己心里怎么说 现在的事情只管耕耘去做 不问收获 帮助别人不要求回报 别人自然会回报于你 没话不要找话去说 现在这个世界 有很多人就是没话就喜欢找话和别人说 台长说个小笑话 有一位护士 他很喜欢没话找话说 正好有一个年轻的患者躺在了病床上 他跟这位护士说 哎呀护士小姐呀 我这下惨了 爱情没有了 亲情没有了 友情也没有了 我钱也没有了 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了 那个护士用包含着爱心的话语 回他说 看你说的 怎么对自己这么没信心吗 你这不是还有病吗 佛家常讲 理解别人就会慈悲 人心本善 因缘会合 在人间 每个人遭遇不同的境界 对别人理解 你会放下 佛法讲 你如果认得过去的你 你一定会原谅 现在的你 世事无常 人间沧桑 越理解别人的人 你就会越慈悲 越能懂得别人心的人 你就会在人间 一帆风顺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